少年歌行中最全的二十把铭剑及其最终归宿 梅舞杰出道剑星种时 老爷李苏王曾向他讲述过当时排名前十的铭剑 但传人多有不详 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 十大铭剑中的八把已经明确有了归宿 除此之外 江湖中还有另外十把宝剑 因为某些原因虽未能入剑普榜前十 却也都是威力不凡之剑 十大铭剑中 排在第十的无忧剑和第九的双雪剑 暂无传人出现 这剑普第十无忧 其剑银白如玉 剑身修其秀丽 不似人间之剑 阴影又飘然的先锋 现传人不知 按照无忧剑的属性 新一代中最适合此剑的 飞往成山地寺里繁松莫属了 这剑普地球 双雪 其剑乃是雌雄剑 秋之双 冬之雪 丹剑平凡 可是双剑和臂 却有神威 现传人 不知 双雪剑适合情侣 或者修双手剑之人使用 里寒意义有铁马冰河和桃花 反倒是掌香尖井仙 也就是曾经的风雪剑沈靖州 可能更适合此剑 第八名的浩雀剑 由君子剑之称 原是狼牙王肖若峰的配剑 后被其子肖凌晨取走 第七名的洞千山 在北黎首富穆家的三公子穆春风手中 第六名的清剑剑 是望成山镇山之宝 赵玉珍先士后传给了弟子飞轩 第五名的破军剑 是五大剑仙之一 怒剑仙岩战天的配剑 第四名的新剑 被李肃王传给了外孙雷武姐 第三名的铁马冰河 是李长生化身昆仑剑仙时 所用的冷暖双剑中的冷剑 现为雪月剑仙李寒意的配剑 第二名的大明朱雀 是一把魔剑 须以主人之血为养 他藏身无双剑侠 被无双所得 第一名的天斩剑 被誉为天道之剑 相传由上古驻剑之神所驻 能展开天地一线 威力可不 非天选之人不可得 最终成为了肖色的配剑 未能入剑谱榜的十把宝剑 也皆非凡品 第一名 九哥 孤剑仙洛青阳的配剑 洛青阳指此问剑天启成 拜尽天下剑客 第二名 桃花 玄剑仙赵玉珍的配剑 因被他植入了昆仑剑仙 所用暖剑的剑胚 拥有玄阳之链 第三名 万卷书 如剑仙谢轩的配剑 第四名 雷沙 剑心种种竹李肃王 因九道天雷锻造所成 与洞尖山属同一级别 后成剑仙雷轰的配剑 第五名 渊炎 天吾帝笑意曾经的配剑之一 因剑下亡魂过多 戾气极重 由掌剑剑仙为所持 第六 风雪剑 掌香剑仙仙仙也就是 曾经的风雪剑沈靖州的配剑 后被渊炎斩断 第七 风雅四剑 分别是听语 观雪 望花和文风 是李肃王年轻时所著 第八 沙不剑 雷武杰早期的配剑 是师傅雷轰 以火药融合天陨之石锻造而成 第九 断水剑 无双城城主宋燕回的配剑 第十 长虹剑 执散鬼苏木羽的配剑 配合十七柄飞刃 可组成十八剑阵 威力巨大